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美貌的哥哥相比 真番显得非常普通 哥哥也总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着真番 除了毁坏他的恋情之外 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哥哥 仪木莲更在哥哥身边观察着 只见哥哥结束工作后去买了一件裙子 应该是安慰受伤的妹妹的吧 仪木莲这样想着 在哥哥回家的路上 刚好遇到了和新男友同行的真番 仪木莲注意到 真番的哥哥在背对着真番的时候 露出了让人费解的可怕表情 而这完全在真番的医疗之中 之所以刚分手就交新男友 完全是真番给自己哥哥的最后一个机会 当晚 哥哥就穿上新买的裙子 戴上假发 化上妆 来到了真番新男友打工的KTV 真番告诉义木莲 只要自己新交往一个男友 哥哥就会化身为美术 就好像在哥哥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女人 凭借着美貌将自己的男友抢走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家 借口说工作加班的缘故 哥哥出击的第二天 新男友果然和真番提出了分手 真番把这一切的错都归咎到哥哥的身上 他在哥哥的房间找出了哥哥女装的衣服 特意穿上 站在哥哥的面前 有些事情不能够再逃避了 无论是什么 真番实在不能理解 为什么哥哥要扮成女人 接近自己的男朋友 他以为哥哥是因为嫉妒长相平凡的自己 能够交到男朋友 但是事实上的理由远比嫉妒更加难以容忍 因为哥哥爱上了自己的亲妹妹 所以才不能够容忍妹妹和那些男生在一起 他的做法就是扮作女人 将那些男人从真番身边驱离 不被世俗接受的爱 却难以压制内心的欲望 真番接受不了 也无法理解 事情不得不做个了结 他跑回房间 解开人偶的红绳 而哥哥因为妹妹对自己的厌恶 渐渐迷失自己的性别和伦理 如果作为哥哥会伤害妹妹 那么他可以选择以女性身份生活 让所有的男人都远离妹妹 小爱将他带进了地狱 不过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某种意义上算是美好结局 可以在地狱等待真番 这份爱就此深埋地狱 这个故事爱恨交织 在哥哥的世界观中 爱的界限十分模糊 最终导致了兄妹两人的悲剧 扎妹觉得这世界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爱 有些界限能够跨越 有些界限却需要我们时时警醒 最后我觉得 真番将失恋全部归咎于哥哥的错是不对的 只能怪他和男友的感情不深吧 不然除了哥哥之外 男友也会被其他漂亮的人所勾引啊 好了 到时候再见的时候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喜欢扎妹的结说 就请多多支持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